历史当中有一个人最能证明人怎么样有财富 就是被称为财神的陶珠公 他是春秋时候越国人 他可以做一个大臣 也可以做一个很成功的生意人 陶珠公他去做生意没多久发大财 他把它全部不失 又从小生意做起 又发了大财 又不失调 历史当中记载三具财 三散财 奉他为财神 因为他明白创造财富的真因 就是财不失的财富 财富的密码是不失 魏师摩说十年风水轮流转 有钱的人不明白这个道理 他就要摔了 魏师摩 他便守财奴 他便积才丧道 亲朋好友很可怜 他都不帮助 把自己的钱都握在怀里 有伤他的道义 有伤他的福分 所以笔色之人 非常吝啬的人 必生奢男 他就会生一个很奢侈的后代 来把他的钱败光 人算不如天算 抱着都是我的 哪有这么简单 我听说的 他有那么多的 你应该帮助 你应该帮助